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来到翟山英YouTube频道 一起聊聊天,放放松,清醒一整天 今天又是周五,所以还是一个新闻评述的一个日子 继续我自己的一家之言 反正我也是瞎说,大家也是瞎听,图个乐子而已 首先这一周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是 本周的11月15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发表了演讲 正式宣告自己将要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的大选 那川普是不是真的能够再当美国总统呢 我还是以前自己的观点,坚持以前自己的观点 就是川普再次能够当选美国总统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天人合一的看问题 有一定的高度,一定的境界 一定要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一个问题 才能够比较清楚,我比较喜欢 所以我觉得呢,跟川普当年当选美国的时候 时代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了 现在的美国社会应该更需要一个 能够让美国整体社会更团结 能够让美国各种力量很好的进行融合 让美国所有的能量能够凝结在一起的一个领导者 毕竟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 绝大部分国家的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 我觉得当年川普能够当选 一个是因为川普特别特立独行的一个个性 太不像一个政客了 这个正好符合了当时很多美国社会大众 对于那种循规蹈矩的美国政客 他们那种政治表现的一种失望心态 所以川普这种个性化的风格 属于排他性的选择 能让大家喜欢 另一个也是当年美国的经济情况没那么差 所以让一个人去试一下 也是挺好的 当时可能美国大部分人都觉得 政客都是挺狗屎的 这个国家政客搞这么多年也没有搞好 让川普试试也没什么坏事 我是感觉是这样 结果川普试了四年 可能大部分人来讲没有发现川普拿出了什么新玩意儿 表面上不像政客的川普越来越像个政客了 所以最终川普跟老拜登 那么大年纪的拜登在对决的时候 最后还是输掉了 那现在川普新的美国中期选举 他抛出来的东西还是在割裂美国的一些思想和一些逻辑 在目前美国经济已经遇见比较多的困难 甚至很多机构都预言美国将预见大的经济危机 产生大的经济衰退的时候 我觉得川普一定不是绝大部分美国大众选择的对象 老百姓就想过个好日子 对吧 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从川普自己粉丝的情况就能看出来 本来川普支持的人 那些粉丝都是特别忠实的粉丝 但是讨厌川普的人就特别讨厌川普 所以川普本人都是一种割裂的代表 那他当了美国总统 肯定美国这个国家也会是一个割裂的代表 川普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显示出 他能够有力量 让美国各方面的势力都能完整的融合在一起 把大家拧成一股神 美国就算是现在这种情况 高层内部虽然还是很多优势 估计也觉得不一定能经得起太多折腾了 如果有一个人哪怕表面上他有领袖的能力 能够尽可能团结美国各方面的力量 来应对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这个人应该是更具有魅力和心力的 这个人对于外部政策提什么特地独行的都没关系 甚至可以提出为了让美国辉煌很偏激的做法 比如全面的切割俄罗斯 全面的切割中共 只要从他能讲出道理来 能够让美国更凝结 更团结 更辉煌 就OK 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 自由和民主的思维逻辑和社会习俗 会支撑这个国家 大部分人的发展 就是思想啊 体系啊 发展 所以呢 有这样一个能够凝结的 凝结的这种领导者出现 应该是更合适 这个人应该在自己的人格和思维逻辑上 都对美国各种党派有充分的包容 各种思想 能够接受 讲的过程中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智者 一个能收纳别人思想的一个人 让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不要再把那么多精力在内耗中损掉了 一会儿调查川普 一会儿调查拜登 调查那个调查那个 打击对手 把这个国家整个放掉了 所以我觉得呢 具有这种比较大的格局和高境界的领袖 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出现啊 我觉得 不仅能够充分发掘出美国这个国家现有的优势 而且能够把这种优势发展成盛势 自己还能够意识到美国现在这个国家的短板 能够提出改变美国短板的一些可行的方案 可能这样的领袖呢 是美国更需要的 在目前全世界这样动荡的格局里 能够带领美国走向辉煌 获得美国 获得美国绝大部分政客和选民的认可 我个人的感觉啊 个人的 目前的川普的风格 川普的思想力 精神力 和当年参加选举的川普相比 我觉得不仅没有提升 而且还大大的退步了 他自己的分割思想也不适合 现在的美国 他的当权只能让美国完全分裂掉 内部矛盾变得更突出 社会矛盾更多 而且川普背后呢 还是民主党的这些 民主党这些大资本 大财团的支持 那这些大资本 大财团为了个人的利益 为了自身的利益 也不会全力以赴的 对外部的一些 包括俄罗斯 中共等这种反抗力量下手 为了自己挣钱 那么美国的荣耀 美国的兴起 肯定要放在这些人的财富之后呢 这样的美国领袖 就是川普这样的人 当了美国的国家领袖 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中 因为钱 因为经济各种原因 他自己本身也是商人嘛 会因为这些东西的 赤肘和障碍 不会让美国走向一个 全面发展的道路 那我个人的感觉 估计我说的这些啊 当然也可能不是 我估计我说的这些 应该是被原来百分之百支持 他父亲的伊万卡 也全都看到了 而且想的应该比我想的还多 伊万卡呢 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明白 极具内秀和远见的一个女性 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 而且有比较强大的 这种政治的敏感度和思想 但是呢 他在他父亲的阴影下呢 实际上伊万卡在这么多年 没有真正走出川普的阴影 所以他具备了明确的川普标签 这个是他的一个劣势 我倒觉得是他的劣势 所以伊万卡到今天也没有展示出他自己的特立独行的政治风格跟政治思想 那对于这次川普主动说我要当选 参与2024年的美国总统 伊万卡就主动声明说退出他父亲的所有协助选举的各种工作 我不知道他这个退出是不是一直能坚持下去 还是后来在他父亲的恳求下又会参加 但从目前他的决定来看 这么做对伊万卡自身的政治生涯应该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这个也是在伊万卡未来愿意从政的情况下 有个前提 为什么我说这个话没有那么独断穿行 没有那么霸道 是因为我对美国政治到今天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和感觉上 对美国目前社会的现状跟社会大众的想法 进行一些猜测 谈谈自己个人对川普参加竞选的这个事情的看法 毕竟美国是个超级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说什么都可以被这个国家和所有的民众所接纳 不同意的人可以尽快的尽其所能的在评论区喷我 也可以被我接纳 大家都可以 估计要在中国呢 作为一个小民白丁 这么去谈论老大选举的事情 估计最轻的也要被封号 重的估计要被刑事处罚了 所以很幸运 没有在中国待着 本周第二个事呢 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明星的人物 车臣共和国的总统小卡德罗夫 正式公告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 他是对全世界的公告的 对国际媒体公告的 小卡德罗夫本身呢 其实最大就相当于俄罗斯一个行省的长官 还是个不很大的行省的长官 如果不是因为俄乌战争 小卡德罗夫自己在俄罗斯内部发出的声音 理论上全世界都听不到 是因为俄乌战争才能被全世界听到 那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呢 小卡德罗夫是越来越有名了 这跟他一路自我的表演都有关系 但是呢 他的表演呢 现在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差别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 小卡德罗夫会抨击 俄罗斯的一些国防部的长官的一些战略战术内部政策 然后呢 还会在后来还会记忆的表态 支持国防部赫尔松的撤退等等 但是呢 在刚才我说的那个对国际媒体的公告之前 小卡德罗夫所有的表现 跟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思想 都是在俄罗斯内部发出的 而且也只针对俄罗斯内部的情况 尽管有些过分 但最起码还是符合他作为俄罗斯一个行省长官的身份 只是这次呢 小卡德罗夫干脆直接对国际媒体发布了什么 他叫什么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谈条件 要求乌克兰政府正面承认所谓的 敦尼斯克共和国 卢干斯特共和国要求承认扎博罗若和尔松和克罗尼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土 要求乌克兰政府向俄罗斯方面引渡所有对俄与乌克兰人居民犯下暴行的人或者对其进行正式的审判 还要求什么要求消灭所有亚斯云极端分子纳粹分子跟班德拉分子 如果不消灭俄罗斯就不会跟乌克兰进行和谈 这个情况挺诡异的 为什么诡异呢 因为小卡罗夫只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一个行省的长官 不通过国防部 不通过克里姆林公 不通过普京 自己直接就展现了俄罗斯要跟乌克兰和谈 必须是这个条件 而且讲完了以后呢 克里姆林公也没有因此就是制止他 你不要说了 或者他说的不靠谱 所以很难想象 大家能想一下啊 如果中国在跟某个国家开战陷入僵局的时候 在习近平跟中央军委都没有任何表态的时候 某个地方的行政 军政长官 越过所有人直接表态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必须怎么样才能和谈 大家想想那个情况怪异不怪异 不过俄罗斯作为民主国家 最起码嘴上说是民主啊 民主国家又比中国这种独裁国家自由的多 但是我相信这么多年普京的独裁其实也不差 所以小卡罗夫说的这些话 我的感觉根本就不是对乌克兰说的 因为乌克兰不会有人理他 他级别太低了 我觉得卡罗夫所谓对国际上说的话 是直接对普京说的 是要把普京逼到绝路上那种感受 才说的这些话 因为目前的俄罗斯是没有办法再支持这个战争 继续扩大规模打下去的 制胜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在僵持中慢慢的撤退 已经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就像赫尔松这次的撤退 我们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说 俄罗斯可能要在这个蒂涅伯河的北岸 组建什么样的防卫部队 然后夸了半天不时放弃蒂涅伯河南岸 放弃赫尔松守北岸是多么英勇的 可是我们紧接着下件特别奇怪的事 就是乌克兰军队在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抗的情况下 就已经渡过了蒂涅伯河 而且已经占领了蒂涅伯河的部分地区 北岸地部地区 建立了蒂涅伯河北岸乌克兰的根据地 因为你发现很有意思 大家说的情况又是不存在的 俄罗斯征召的新兵 你们现在看看 俄罗斯国内那么多媒体报道 那么多地方 这除了一个武器和不合适的衣服 税袋和基础物资都要自己买 有很多部队连吃都满足不了 士兵没有钱买吃的 都要站营房门口的老百姓捐赠吃 然后武器很多都是很老旧的武器 问题特别多 衣服也不合适 有些地方发的防弹背心都是不合适 无法穿 自己去买 很难想象了 这些士兵他不是保卫俄罗斯 他是为普京卖命打乌克兰 这种情况打仗的时候 他连这个都不给 我们自己想想 如果是你 你到战场上 这些国家都不给 你能卖命吗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那怎么打这个仗 然后此外呢 克里姆林工在小卡罗夫说之前 已经提出来了 克里姆林工说要准备跟乌克兰和谈 不设任何先决条件 对啊 不设任何 这次G20峰会的时候 去了聊了 不设任何先决条件 跟乌克兰和谈 这是克里姆林工提出来的 那小卡罗夫这种表态 实际上是打脸 打的是克里姆林工的脸 因为小卡罗夫级别低 我也讲了 国外的国际上来讲 虽然他对国际没理说 但是乌克兰方面不会有人理他 因为他也不是这国家的首相 不是总统 不是重要官员 但是他在国际上说了这个话 就能看到什么 看到小卡罗夫的势力 跟普京势力的分裂 表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普京下面怎么办 如果忽略 完全忽略 小卡罗夫的讲话 继续按照以前无条件的跟乌克兰和谈 是不是就要表明跟小卡罗夫要掰脸了 友谊不在了 对啊 他要是不是 我不是外交专家 我讲这些呢 只是还是那个感觉 从赫尔松的意外撤退 到小卡罗夫在这个时候的 这种讲话 就是已经俄罗斯克里姆林工表态后的讲话 我觉得都是有背后的势力 在支持小卡罗夫对普京发难 这些情况最终的结果 只能让普京越来越难维持现有的局面 所以接下来最大的俄乌战争的看点 根本不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正面的战场上 最大的看点应该是在俄罗斯内部的高层 敌人有时候真的不可怕 毕竟都是鸣刀鸣枪的 可怕的反倒是身边的朋友 鸣枪一朵 案件难防 所以看看普京能不能过这关了 好吧 第三个就是我讲过的问题 本周债券市场继续暴跌 这个没啥意外的 因为大家一直在听我YouTube的这些朋友都知道 这个结果是必然到来 我三个月了 三个月前就告诉大家这个结果要到来 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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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呢 这个可能说哎呀 这么快就到了 大家心里还是说哎呀 虽然说了三个月 还是有点难适应 这个都是连环的 就一环环发展到债券 这个爆雷都是连环的 一环一环一环发展到这呢 到这呢 大家现在清楚了 没有希望吧 中国为什么没有希望呢 就实力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没希望了 所以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是一个肯定的 实力经济为什么没有希望呢 实力经济就撒 原来传统的支撑叫房地产支柱 那新的盼着有的支柱 叫数字经济支柱 这两个之间衔接的支柱呢 就是全球加工产业链 供应链的支柱 就这仨 除了这仨 中国啥产业搞好的屁用都没有 因为它支撑不了 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的输出 它支撑不了 对吧 一年一百多万亿的GDP 你咋支撑啊 你电动机车十万辆一台 一年卖一千万辆顶了尖了 中国的电动机车 一千万辆顶了尖了 你才能够多少 才一万亿 对吧 那一百多万亿GDP 那才1% 你撑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局面 所以呢 就说的真的要撑这么大一个局面 得有支柱性产业 现在没有支柱性产业了 就完蛋了 房地产肯定完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网上别关人胡说八道 什么这么这那的 还有人说房地产还能撑 这真是太标准的胡说八道了 大家要想一下现在吧 你已经进入市场的数千万套 总量啊 二手房 法拍房 正在准备进入市场的数千万套 二手房 法拍房 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 全国进攻的 进攻的 等着卖给大家的 数千万套的新房住宅 加上现在正在建设 还要卖给大家的 几十亿平方米的 住宅新房 我都没说新拍入的土地 在一个想象一下啊 在一个量价都在飞速下跌的市场里 就这么多买主 就这么点钱 在这个市场里 没有新的客户进来 没有新的买主进来 没有新的钱进来 老的客户还在甩卖自己已经买过的商品 然后每个月还有无数大量的新商品冲入市场 有人说中国股市不涨啊 就因为发行新股量太多了 那你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那发行的新房量不比那股市发行的新股量大多少 那中国的股市已经成为全世界倒数第一最差的股市了 十年来的表现 那你觉得这个发行的这个新房量比新股量大 成千上万倍的房地产市场还在发行 还在卖还在增加 还在发行什么样 我都不提房地产其他任何的关于金融啊 其他衍生产业的 你那就多了去了 不了 就光这一件事就救不了 就光这个各地方政府继续还在疯狂的卖土地 继续盖房子 继续卖房子的现状 就这一个事 我告诉大家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 就房地产市场在绝大部分城市 只可能快速下跌 而且在很多城市就是崩塌的局面 对啊 你们做最简单 我也不知道那些天天讲话 哎呀 出个十六条 你咋想的 对啊 你想想这个市场都这个样子 政府还不赶快停止所有的拍地 停止所有的先房建设 把存量的卖不了的 先处理 把卖完了没盖好的房子先盖好 一切全停下来 你们大家现在从最基础的老百姓思维上想 是不是应该这样 啊 您就是卖一个萝卜 你也得这么干呀 这市场萝卜都扁了 你还新萝卜还上市呢 这原来买过萝卜的都囤积的都往外泡了 你新萝卜还这么多 还上了 疯了 你还想维持这个市场 还能保证萝卜价格 就是不用学经济学 啥都不用学 大到至简最简单老百姓都知道 所以呢 房地产肯定已经全崩了 崩了 那支柱啊 那产期的复兴效应得有多大 支不起来还崩了 数字经济也是一样 数字经济实际上只是提了个口号 还没开始 现在就完蛋了 核心原因我以前内容讲过 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就知道了 整个数字经济所有各方面怎么崩的 还有人不服气 说您谈这 那就您看看数字经济关联的企业 这几年 所有资本事劳的表现 在股市上 中国还有没有数字经济的地位呢 前一段时间刚兴起的时候 中国数字经济啥感觉 现在还有地位吗 看看股市 看看今年乌镇 全球互联网大会 还有没有真正的大佬去了 对啊 连个大佬都没有 这叫啥全球峰会啊 数字经济的核心一定是互联网产业 中国互联网产业巨头都没了 都消失了 中国互联网巨头的那些企业 现在看看排生在全世界的还剩啥 原来当年有啥 现在还剩啥 怎么中国还能有数字经济啊 对啊 原来排名前世界 比如前十代还有三家中国 现在前一百年就快看不见了 你还靠成中国数字经济作为新的支柱产业 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百事实是两道理 然后剩下就是维系原来支柱的 就全球加工的供应链 这个体系 然后呢 因为战狼外交 该走的也都走了 现在很多地方也要走 一做意向调查 欧美人都要走 所以呢 企业都要走 订单越来越少 没有发达国家给中国下订单 中国外贸都靠什么东盟 那那点订单能支撑得住中国吗 所以实际经济完了 三个都没了 没支柱了 虚拟经济就更完了 对吧 我们看看自己人民币这个走势 前段人家吹牛 哇 你看我们人民币回到6.3 回6.3 你拿那么多美元去支撑 你看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掉了 抛美债 抛出美国国债 抛完了 你得回来美元呢 你不得回来好多美元呢 那美元都哪去了 你外汇储备掉的这么厉害 你拿那么多美元 去买自己的人民币支撑 你看支撑不了吗 你看看这周 特别是下半周的表现 以前我们还没看得清楚 因为什么 因为是全世界所有主流货币 对美元都贬值 都下跌 那我们还能说找个理由 现在这下半周可好了 只有人民币对全世界所有主流货币 全贬值 所有主流货币全在涨 就人民币在贬值 这应该看清楚了吧 这没借口了吧 他不是对美元在贬 对全世界所有货币都在贬 看明白了 对啊 所以呢 这是在中国政府拿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区 救市的情况产生的 然后呢 股市也是十年来全世界表现最差的股市 说了 债券跌就没有不跌的 中国的金融就已经也崩了 金融就没有热点 实际经济崩了 虚拟经济怎么扛也崩了 就是现在都是这样子 你看看很逗的 全世界只有中国 连十年前还有 二十年前就满世界流行的 大家应该知道在商业市场上 流行的叫商票 银行开的商业承论汇票 老一点企业家 干了十年以上都知道 当年在市场上全面流行 信用相信 虽然贴线的时候贴线率比较低 就是中间的那个成本比较高 但是照样有 现在消失了 整个中国环境没有了 这个十年二十年前 特别二十年前 大量的横行的商业承论汇票 没有了消失了 因为谁也不信了 所有的企业信誉都为零 国企都没人信 国企的商业承论都没人要 所以大家想想现在金融什么情况 所以记住我说的 不要投资 任何资产都不要投 全崩了 唯一的可以就是各大银行 去买一些金条金砖 到银行去买 带证书的金条金砖 这些东西呢 至起码能跑过 未来资产的下跌 存货币 货币啊 美元第一位 人民币第二位 从货币或者存实物的金条金砖 剩下什么都不要买 全都卖掉 有人说 陈老师为什么要尽可能 还把这个东西拿回到自己家里 现金拿到家里 金条金砖拿到自己家里 金税四期啊 要均贫富的 山东已经全面都实现了 从山东的首都开始 就是这个济南开始 所以金税四期实施了 你不把它都放到自己家里 你分到银行 你任何东西 那不是国家里面军贫富你就没了吗 只有放自己家里别人才不知道 怎么办 我也相信总有人嫌我麻烦 张老师你老强调这个 老强调这个 我也觉得我可烦了 我强调让大家风险风险 好长时间 就是没什么人听进去的 那上天赏我这口饭吃 干这个专业了 啊 我就还得跟大家说一下 烦大家也都听 啊 然后再往下一个事呢 就是这一周发生了中国国内著名网络直播带货的疯狂小杨哥 被中国打假的名人王海打假了 不仅仅要求赔钱 还要求对小杨哥进行刑事出发 因为王海打假这个事 我跟大家讲过 是我亲自 亲身经历的 中国所有以打假为名的人都是流氓干的事 啊 都是流氓 社会地痞干的事 以前在视频中我也讲过内幕 王海呢 实际上王海带的是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是中国某高层领导的白手套 王海可不是自己啊 王海在中国有一个几千人的企业集团 遍布在全中国各地 和中国各地方工商局内部的很多人员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和联系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对中国上规模的实体企业进行敲战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当时为了被敲诈了 我们也搞得很惨 最后花了几百万平事 买通了他们自己 就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 沟通交流 反正我在国外无所谓 你们被敲诈在国内都不敢说 我在国外可以说呀 对啊 就不管是当年普华 我经历普华 还是小杨哥 星巴等各种问题 只要是王海去打假的企业 一定要记住了啊 没有任何是为社会大众饶想的 都是为了敲诈勒索 所有他们打假的对象 好好翻译一下王海啊 他有网站打假对象 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 都是中国内资的实体民营企业 做到一定规模的内资的实体民营企业 现在明白了吗 没有任何政府被领获 外资的民营一定规模的实体的企业 听懂了吗 大家去看就知道了 全是这样的 第二 这些企业一定有一定规模掏得起钱 但是企业的老总绝对不是全国人大代表 或政协委员这样的人物 对 企业的老总 发展到一定规模了 但是企业老总一定不会在政治上 有明确的背景和相关条件 对 第三 这些企业一定都是当地工商局 工商系统重点关注的企业客户 记住了我讲这三个条件 那为什么三个 因为这三个条件加一起 就是最容易被敲诈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一定经济实力 老板又没有政治上的背景 王海集团的人跟内部工商局的人沟通交流 就能通过他们传出来的信息 有根有据 能够具体准确的实施 打假为名的讹诈 那如果这家企业在底下同意死了了 也就是拿出足够的钱 满足了王海集团提出的这种 现金要求的讹诈现金的胃口 那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如果不同意被讹诈 这件事就变成了所谓的打假了 利用它现有建起来的社会宣传媒体 社会的体系 以及工商系统在背后发酵的支持 然后开始把这事发酵 发酵的过程呢 还会继续对讹诈 那你掏的钱不满意 就把你搞所为止 大家就跟去看一下王海的网站 这几天被他搞倒闭的企业不在少数 新巴也是搞了很多钱 新巴那企业内部的人都知道 所以呢 中国国内的老百姓 我也讲了 中国国内的人反正都是傻子 中国国内的社会大众都是傻子 我讲这些大家还听不懂 所以没用 跟他们说没用 都不是正常人 大家都没有想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 专门有个维持市场管理机构 叫工商局 难道不应该中国出了什么事 工商局去管吗 有公权的机构 要什么民间打假 这种狗屁玩意儿存在呢 如果工商局不值得中国政府信任 他建立他干嘛 那当地有工商局 连卖葱卖菜的老太太 这个菜葱从哪儿来 不合规 工商局都能够罚几十万 那这个当地这么大的企业 做的事工商局不管吗 如果有人投诉 但是工商局的罚款 是进不到工商局内部人员兜里的 而依靠打假为名 敲诈勒索的钱 是完全可以进到兜里的 所以呢 如果有人 这个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你们认识工商税务内部的人 可以帮我作证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 工商税务机构工作的人员 你们对他们的私人资产进行的调查 估计就吓死了 对呀 也就是很多底下的 举个例吧 北京市朝阳区各个工商局 各个税务所的工作人员 你们去调查 就比一个事儿 看看他们多少人在三环以内 有十套以上的房产 看看有多少人 你们去看一下吧 能吓死你们谁 因为我知道啊 如果下回有不信的 我可以把人民都告诉你们 对啊 这些人谁家里都有十套以上的房产 三环以内的房子 知道在北京有多少钱一套吗 怎么买得起啊 这个事儿呢 我曾经找 去全国工商总局的负责人聊过这个事儿 国家工商总局的负责人 对方跟我坦言 这些基层的问题上面全知道 但是执法成本过高 能打大象 打不了蚂蚁 底下的人去办 一个一个人去办执法成本太高 而且内部底层都勾结的很厉害 至于王海这个集团的事儿 王海集团背后是中央领导赚钱的白手套 国家工商局很清楚 也没法管 只能他跟底下的人勾结 这就是中国商业市场真实的内幕 对啊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傻的 王海一打谁 就跟着王海在那去骂谁 对 就跟当年人说我是骗的 都不问我是骗一样 我骗啊 现在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了你们见到中国哪个公权力机构说个啥了 对 就是这样 都是傻的 一说什么就是 然后呢 有没人去查一下 为什么王海会打这些人 对啊 为什么没有 所以呢 没有实际的证据 也会造证据 最后目的就是钱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中国大量这样在发展中 有一定规模的实际企业都被搞死了 搞死了很多企业 没有什么活路 要不然就是钱被敲诈走 要不然就是搞死了 这就是这个现状 所以呢 就是 借助中国老百姓的蠢 和老百姓想出气 有钱人 小杨哥是有钱人 要对有钱人出气 管你说的对不对 反正你说有钱人 我们就得站在你边上跟着骂 嫉妒人有 恨人 恨人有 这个怎么说 这个反正就是嫉妒为人呗 整个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好了 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这周的新闻呢 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新东西跟大家说 就是聊聊上面这些东西 正好发现一下自己心里的一个不满 正好接着这么一个事 又有倒霉的出来 你说我就是被倒霉了这么一次 敲了好几百万 对吧 所以呢 再又遇见倒霉的事了 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我讲这些东西呢 我也没本事去叫醒一些 我叫不醒装睡的人 昨天一个朋友还给我发信息 给我列举了一堆单子 说他理财都被套牢了 问我怎么办 说都不允许被赎回封闭期 我说这么多年来 你每次遇见类似的问题 就会问我意见 我每次都很认真的给你提我的建议 你听过没有 每次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你从来都没听过 你每次问我的意义在哪 我说我也没明白 反正都是你自己最后做的决定 其实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情况 不会踏踏实实的学习一件事的内在逻辑 内心充满了贪婪 贪婪和恐惧的各种欲望 因为一件事情连脑子都不响 张嘴就问别人 最后就跟着自己内心的感觉走 出了问题了以后呢 可能后悔一下 嘴上问一两句我这样的人 接着下次遇见类似的事 还是一个循环就这么转下去 跟着自己内心的贪婪跟恐惧去走 不调查研究 继续张嘴就问 所以呢 中国人这些人被人家把钱全骗光 一点都不值得 任何人同情 活该被骗光 对 理财也好 工作也好 教育也好 婚姻也好 所有问题都活该会被骗光 我是真没本事叫醒装睡的人 估计大家也都没有本事 对 我今天刚还发了一个就是信 给当时很多人说 说有人在国内打着普华的名义 在继续骗人 我说跟我有屁关系啊 我说当年普华做的业务那么好 都说普华的盒子不好 那华为造了一个跟普华一模一样的盒子 华为的盒子拆开里面 技术的板块模式思路 你们有没有人拆过跟普华一样 人家叫华为家庭盒子 普华的盒子是给企业准备的 里面记录的是企业信息 华为的盒子是给家庭准备的 里面把所有人家里的各种无限终端的信息 收拢下来提供给中共共产党 华为这么一个盒子 也卖大几千块钱一个 你们怎么不拆这华为的盒子 拆开来以后也去起诉他 就跟当年普华的一样 说你看这盒子里就这些破玩意儿 为什么卖大几千块钱 怎么不干呢 华为能干这事 然后它的作用是窃取所有人的信息 而且没有给任何家庭有回报 还那么多人争相去买 这就是中国现状 对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 阿姨说什么 那你别看卖他 那你们就 既然你们能说普华 你们就去说华为啊 都那么牛逼啊 所以中国人活该死 大部分中国人 就是你想创造一个 对中国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我是帮企业 我是让很多人获得收益 我这个圈子赚好了 那很多人是因此会获利的 华为是帮共党收集你们所有人信息都屁用没有的 结果中国要那么多人花几千块钱去买 那大家愿意死 对吗 我还管得着吗 好吧 很抱歉啊 今天又不良情绪发泄了 对不起大家 谢谢今天大家听我瞎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